台瓶雲報選擇的是 台灣師範大學 林信寬 很開心啊 也很激動 就是覺得自己雖然大家都蠻看好我 那我自己其實還是保有一個沒那麼缺點的心態 然後我覺得到最後唱到我的名字 我自己就是很興奮 很開心 然後就走上台 其實 我自己也想過我自己是壯人 但是其實還沒到真的唱名的時候還是不一定 那最後還是唱到我的名字我還是很開心 但這其實我自己也都有想像過 幫我們談一下你對於台瓶雲報 這支球隊的想法跟你的看法 我覺得他們去年成績沒有到很好 但是今年他們球團也做了很多 就是很多方式來補強球隊 那我覺得就是今年一定 一定是一支不一樣的球隊 其實雲報那邊的學長 好像沒有很多是認識的 但是就是有知道一些比較有名學長 像小孩或者是齊迴學長這樣 那我覺得就是我蠻希望過去那邊可以跟他們 就是多學一些很多的他們的經驗 這樣子 第一年給你什麼樣的表情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沒有想很多 那我就是希望可以在場上有正常的發揮 然後有好的表現 那我希望我的表現可以幫助到球隊 這樣是最重要的 那大家其實比較關鍵的是 像球員合約的部分 那大概是會怎麼進行這樣 OK基本上來講我們這一次跟台瓶籃球協會的結盟 是完全不會影響到球員既有的合約 因為我們就是完全繼續由台瓶籃球協會去 維持所有台瓶球員的合約 不會有改變 那其他的部分只是說 台瓶的未來的籃球調度權 球員的籃球調度權 會跟我們的教練團 或我們雙方教練團一起去討論 未來我們所出辦的球員有哪些 所以球員的合約 依現在狀況是完全不會有任何改變的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台瓶的學長們很有經驗 然後也有國手之力 所以我覺得對於我們雲豹來講 可以提升到一個檔次 所以有機會一起打球 就是不想決定 可以跟小安五高中學長同隊 然後從他身上取經這樣 對我們和對其他球隊都有很大的刺激和挑戰性 我相信一定可以封出新職位 我覺得我自己是蠻期待的 然後希望可以擦出不一樣的火花 從職業生涯開始 我都有在台瓶 以台瓶的精神繼續延續下去 我希望可以有很好的配合 有很好的效果 可以在新賽季技術表現 然後在各項數據 就要比王聯更加值得讚 可以直接拿到季球賽這門票 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更不錯的一個去爭取的一個目標 教練不管給我什麼樣的角色或定位 上了場之後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跟拼勁 全力以赴在每一場比賽當中 讓球迷看出我們的實力和韌性 上了場就全力以赴 然後為球隊爭取更好的成績 發揮我們的團隊合作 最重要的是可以拿下主冠軍 台皮雲爆籃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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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我們一起加油 我們一起加油 目前基本上我們會按照限制的配置 從台皮這邊選擇風獻跟後衛 來加入我們的球隊 那當然小安 齊瑋 黃鎮 甚至中鋒 四恩這邊都是我們已經在調整的 但是還沒有辦法exactly的去說 是因為我們還有一些球員 包含這次選秀 我們還陸續加進來 我們會針對我們有的位置上面 再去做調配 承認我剛才說 我們現在是有跟台皮的這個結盟 我們是擁有台皮的球員調度的權限 權力 所以我們會跟台皮繼續討論這件事情 但比較直接的就是 小安是肯定必須的這樣子